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疫情將近三年來 大家的生活都有巨大的改變 那特別是上班族都變成遠距工作 視訊會議的需求大增 所以我們今天來介紹視訊會議必備的兩樣產品 分別是攝影機以及耳機麥克風 那今天這個品牌 可以說是我心目中 我心目中的夢幻品牌 Cisco思科 它是一個超級的硬體大廠 那這個產品有什麼厲害之處呢 那我就一起來看下去 Let's go 好,話不多說 我們就一邊拆箱一邊聊 那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Cisco Webdesk Desk Camera 4K的視訊攝影機 以及Cisco Headset 730藍牙無線耳機 那一般用戶可能對思科會比較陌生 但是它真的是企業很常見的品牌 思科的網路設備幾乎佔領所有大公司的機房 從2007年開始收購並購 各大無線技術的供應商 人工智慧廠商 以及雲端設備 以及光學晶片製造商 他們將版圖從機房延伸到企業的辦公室 那前一陣子我去他們公司參觀 就發現很多政府機關的視訊會議系統 幾乎都是採用思科的解決方案 好,我們先來看到這一組Cisco的4K攝影機 它的配件包含兩條傳輸線 一條是C-C 一條是C-A 那以及說明書保護卡 那以及它的本體 這一組攝影機的目標對象是工作者 就是上班族 那也就是企業用 那企業用就會代表生產力 代表穩定泛用 它可能會沒有花俏的外型 但是一定要夠穩夠直覺 讓多數的用戶 能夠很簡單操作 不會誤觸 而且必須要連續工作8小時以上 都不會出狀況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外觀 Cisco Webdesk Desk Camera 4K視訊攝影機 它的設計採用全鋁合金的機身 來加強散熱 它散熱真的是非常好 那極簡的外型 那時尚的薄金或碳黑的造型 那有一個舒適的弧形角度 那下面有內建雙轉軸的立架 可以任意的調整角度 那也可以像螢幕掛燈一樣 直接夾在桌機的螢幕上面 或者是夾在筆電的螢幕上面 而且下面還有腳架孔 可以另外上腳架來拍攝4K影片 那在使用上會非常的靈活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這顆4K超廣角鏡頭 它採用的是高感光鏡頭 加內建自動調光 那以及自動曝光還有自動亮度調整 以及自動白平衡 它會在所有的照明環境下 都可以清晰拍攝4K超高清的畫面 那它支援的是4K 30fps 以及1080p 60fps 而且它支援冷臉檢測追蹤 冷臉檢測增強自動對焦 然後它雖然是攝影機 不過它也內建雙麥克風 也支援AI的降噪功能 其實這一組攝影機啊 跟一般的攝影機最大的差別 就是它的泛用穩定性 像我們上班族啊 跟學生的視訊需求 就真的不一樣 我們不是像學生這樣 上課只是露個臉 而是我必須要展示自己的產品、商品 而且遠距工作的人啊 很難保證自己 會在什麼時候要開會 特別是責任制的工作 可能我在逆光的咖啡店就要開 那深夜也要開 可能我去開會的時候 一開就是一整天 但是Cisco這個Webdesk 4K的攝影機 它就可以保證你在任何場景下 都可以有不錯的品質 那另外它是超廣角鏡頭 加上它有人臉自動追蹤 像你開會開一整天啊 然後越開越累 然後越來越滑到下面 它就會追蹤你的臉 然後自動調整它的拍攝的範圍 那就不會開到一半 你整個人不見了 另外這一組攝影機 它是否企業用的 也就是說 不管你用Windows平台 或MacOS平台 或者是對方用哪一種視訊會議平台 它也全部都能夠支援 欸!講到這裡 那你就會問 啊我筆電都有內建鏡頭 那你還需要這個嗎? 喔!沒有錯 但是這一組的鏡頭啊 會真的比較好 我現在開我的筆電啊 來做對比一下 你看這個對比喔 是不是差很多 而且如果你公司 剛好用的是WebEx 還可以支援更多的功能 比如說雙鏡頭功能 或者是手勢表達情緒符號 舉個手 就可以比個讚 或者是WebEx還可以直接做即時翻譯 這個真的是蠻強的 還有一些是手作的老師 比如說像我兒子前一陣子 在做那個電子電機的那個焊接作業 他就可以用這組4K攝影機 來拍攝高清的影片 那畫質也真的很好 然後它的隱私窗真的很方便 像我有看到很多那個企業的工作者 它的筆電啊 都會拿個小膠袋把它貼起來 那這個你就不用貼起來 你就直接這樣關起來 你的視訊會議就會直接關閉 而不只是關閉鏡頭 好!再來我們來講到這組 Cisco的Headset 730藍芽無線耳機 它的配件包含不紋硬殼的收納套 這個質感很棒 那它可以讓你整個耳機收得好好的 裡面還有一個小夾層 有附一個藍芽接收器給你 Cisco這副耳機啊 另外還有附一個架構的直立充電收納座 那它的底座是金屬的 質感非常好 那如果你是固定位置使用 擺在桌上也會蠻好看的 好!再來我們來看看它的外觀 Cisco的Headset 730 它整個造型是時尚極簡風格 那它一共有薄金跟碳黑兩款配色 它是屬於中型的耳罩大小 那剛好可以蓋住耳朵 但是不會整個照住 那頭戴可以伸縮 耳罩本身可以旋轉 那也可以扭動去符合臉型 那皮革加上柔軟的海綿啊 像我自己長時間的佩戴 也不會覺得很負擔 也不會覺得悶熱 它的本質是降噪加通透的耳機 那是中型的耳罩 那它跟市售的一些降噪耳機最大的差異 我覺得是在整個操作邏輯上都會一些不一樣 我覺得像這種企業用商務型的產品啊 它的重點會放在直覺操作 而且要降低學習成本 所以它全部採用實體的開關 而不是讓你觸控然後去聽語音指示 它所有的操作都很直覺 比如說像電源啊 藍牙配對啊 全部都放在左側 那右側是降噪跟通透的開關 左邊整個耳罩就是一個大按鍵 可以自動播放音樂 或接聽音樂或接聽電話 右邊則是大小聲或上下一首歌 操作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直覺 那MIS跟你講兩句你大概就會用 所以前一陣子我去很多公司看啊 他們在會議室 他們都會放一組730 在他們的會議室去給大家使用 那這一組耳機它支援三種連接方式 你可以直接接下面的USB-C 或者是3.5的音源線 或者是直接用藍牙無線 那它用藍牙的話 可以直接配對兩組裝置輪流使用 那我自己實際的去測試 它的降噪真的是很強大 那AI降噪會根據你的環境音 去自動調整 那它可以大幅減少中低頻的噪音 像是馬路聲啊 咖啡店旁邊的人聲 或者是背景音樂都會消除 那另外在Cisco的專屬應用程式裡面 它還可以去修改它的降噪程度 比如說我可以把外面的低頻聲降低 但是可以聽得到人聲 除此之外 它的續航力也非常誇張 它可以連續使用高達16到18小時 連續哦 你公司再愛開會 它都可以撐得住 那像我們在開視訊會議的時候 不只是對方要聽得清楚你的聲音 你也要同時講得清楚 這邊我直接走到戶外 來測試一下說話的聲音 比如說像我現在在菜市場 好我現在來到菜市場 然後現在是用內線的麥克風 那大家可以聽聽看我現在的聲音表現 那待會我會換上黑色青山林 Cisco的黑色青山林 大家來比較一下 好我現在人在這個外面 那在菜市場這邊 大家可以看我現在的聲音表現 那外面有車聲有人聲 聲音非常的吵 那大家可以聽聽看 我戴這個Cisco的黑色青山林 它的聲音表現 我的人聲 竹江澤的聲音 有沒有被強化 那背景的車聲 人聲跟噪音 有沒有被弱化 我現在用的是手機內建的麥克風 然後正在天橋這邊 那同樣的場景 大家聽聽看我的聲音表現 好我現在正在天橋邊 然後用Cisco的黑色青山林 然後錄製這一段的會議紀錄 那大家可以聽聽看 Cisco的黑色青山林 錄音的表現 我的聲音品質怎麼樣 那戶外的噪音表現怎麼樣 好我們最後做個總結 在疫情環境下 不管是工作或是上課 視訊會議的需求 真的是越來越多 那像我自己也都是 能遠距就遠距 小孩子也都在家上網課 幾乎每一個人都會用到 這兩樣產品 那我覺得學生上課 單純露個臉 設備真的是不用太要求 不過如果你是老師 或者是上班族 我覺得就不單純只是有畫面 那如果你可以提供更清晰 更穩定的畫面 我覺得你的印象分數 會真的是大加分 所以只要你是居家辦公 居家上課 或者是你需要錄製影片教學 甚至你是個直播主 那如果你很在乎畫面品質 而不單純只是露個臉 那你就很適合這一組 Cisco的Webdesk Desk Camera 4K視訊攝影機 如果你的生活是經常變換場地 很難保證開會的時候的噪音干擾 那這一組高品質 操作又很直覺 沒什麼學習成本的Cisco 黑色730藍牙無線耳機 我覺得會是不錯的選擇 那另外補充一下 像這種商務型的產品 通常都會有延長保固的選項 那思科當然也不例外 這一組攝影機跟耳機 都是預設保固一年 那如果你要延長保 比如說你要加到3年5年 那你可以到官網再去購買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關於這兩樣的產品價格購買方式 我都放在影片的說明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未必要在評評 小minist訪 下視頻